大家好,我是困困 这一次给大家分享的是爱玲奇遇五张皮肤的绘画过程 这次皮肤的设计来源自安图神童话 坚定的西斌原文中是以西斌的视角 讲述了他爱上了跳芭蕾舞的纸片少女 却跌落窗台,坐上纸船,吞入渔腹 辗转回到原来的主人家 最终和少女相拥于炉火化为一颗西心的故事 讲真,这个结局给我留下了一点点的遗憾 但是这次的设定给了他们一个好结局 所以我拿到这个文案的时候是很兴奋的 一开始呢,我想了好多个草图,花里胡哨的搞了一堆 最终几个草图中选择了这个 双手张开菲尼巴音盒的指使 好像是他拥抱自由 后来将后腿改为抬起 动作更加符合芭蕾舞少女的设定 在此也是很感谢大家给了很详细的建议 让我知道跳芭蕾舞的一些细节 比如手指不能这么用力 不然就像兰花指了 腰部要怎么旋转等等特别细致 背景也是因为要顾及到艾琳 就是刚醒的那个状态 加入了一点点梦幻的元素 说到背景 哼,好纠结呀 纯鞭呀 提问,梦境怎么画,梦幻怎么画 这里我找了一堆参考 最终发现,咛咛咛咛 就会增加梦幻感呢 比如说各种泡泡 咛咛咛的云 星空 银河 当然,这只是一点 例子 所以说,我在原本中规中矩的房间 加入了云朵星星 并且把空间推远制造出 这不是一个单纯房间的感觉 也让空间透气了一点 就没有被封得那么死了 在背景画上一点点 经典的欧式花窗作为远景 再飞起一堆小鸟花窗 我使用了对称工具绘画 里面的曼陀罗 用来画圆形花纹 真的是太爽了 刷一下就是了 咳咳 你也可以 上一期女王视频 我讲过 画脸要缩短 你们还记得吗 看 这一次就是说的太过了 后来我又慢慢加长 慢慢加长 改了很多个版本 中途经济的拉长 美白 瘦脸 一系列的操作 我只希望以后 我画脸会更快一点 更有效率一点 讲真 画脸真是一张图中最难最纠结的部分了 对于我来说了 这次画完后 我觉得画脸一定不能画黑了 在打光的时候就要想好 没有直接光 可以制造间接光 把它打亮 而且还得是大面积的打亮 打一半是不够的 一开始呢 我想着爱玲醒来了 发现自己的自由 哇 应该是很开心的 所以说决定画 嘴巴张开的样子 后来呢 伙伴们提醒我 你画得太开心了 嗯 原来是爱玲从梦中醒来 那一刻是有点分不清现实跟梦境的 相信大家也会有这种体验吧 但是我就当初没有考虑到 所以说表情要再复杂一点 开心中要带上一点点的忧伤 我将眉头画得微微促起 并且加了一点点散落的泪花 也不能够画得特别的忧伤 因为这毕竟是一个好的结局是吗 在一点点的绘画中 我越来越感觉到绘画的过程对于我来说 更多的时候 更像是我在放飞 像一只风筝 伙伴们就像是那个控制风筝的人 把我使劲往回扯 最后一起完成飞翔的过程 大家这次的评价 我都看到了 你们是我满满的能量 也感谢你们这一次的观看 听我叨叨那么多 祝愿大家也可以有如此救赎的爱情 那么下次再见啦 拜拜